虽然营收不及分析时此前预期,但受益于亚马逊高利润业务,如银河广告的快速增长,盘后股价上涨约3%,由于亚马逊的传统零售业务利润微薄,利润暴增主要受益于亚马逊高利润业务,如银河广告的快速增长。 7月27日,亚马逊发布《2018财年第二季度财报》,报告显示,该公司二季度营收总额为528.86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9%,净利润为25.34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的1.97亿美元相比,暴涨1186%,为股收益为5.07美元, 同比增长1168%。业绩发布后,亚马逊在盘后交易中,股价上涨约3%,亚马逊CFO布莱恩·阿尔萨夫斯基·布莱恩·欧斯斯基在雨随后的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 这是一个表现非常抢眼的成绩,重要贡献者显然是我们盈利最高的业务,运计算和广告业务。 同时,他认为,亚马逊在仓库、数据中心和营销等方面的开支效率也超出预期。 财报显示,增速最快的一业务部门广告业务的营业额为22亿美元,同比增长132%, AWS运服务的收入为61亿美元,同比增长49%,出售数业务之外, 亚马逊当期来自在线商店、实体店、第三方卖家服务的营业额分别为271.65亿美元、43.12亿美元和97.02亿美元, 来自于订阅服务的销售额为34.08亿美元,同比增长57%。 尽管云计算领域来自微软和谷歌的竞争在加剧, 但AWS营收已经连续第三个季度加速增长,增速达到49%。 根据市场研究公司,Coneleaf周四发布的最新数据写是, AWS在快速扩张的云计算市场中占据了31%的份额, 仍然占据头把交易,微软占18%,谷歌在第二季度占8%, 在大部分公司仍在好聚资投入云服务领域时, 亚马逊的云服务业务贡献了一般以上的营业利润。 自亚马逊2006年首次推出核心计算和存储服务以来, AWS业务大幅增长。 第二季度,AWS61亿美元的收入, 仅占亚马逊总销售额的11.5%, 但其16亿美元的营业利润, 却占亚马逊总营业利润的55%。 去年同期,AWS贡献了亚马逊整体收入的10.8%, 百分毫,AWS营业利润同比增长80%, 有力拉动了亚马逊的整体利润。 欧斯基表示, 今年到目前为止, AWS新增了800项服务和功能, 与去年相比, 不妨营兴趣加快。 他透露, 客户使用AWS数据库轻移服务, 前移了8万多个数据库, 并且尝试了许多新产品, 如机器学习、 人工智能、 物联网、 无服务器计算等。 亚马逊的其他收入主要来自广告销售, 这是其广告收入连续第二个季度, 增速超过100%, 而在去年同期, 该项收入为9.45亿美元。 今年第一季度, 亚马逊的广告应收, 首次突破20亿美元。 Rosetsky在台报电话会议上表示, 对我们来说, 这目前是个数十亿美元的业务, 我们看到, 在多个领域该业务都获得了很好的接受度, 包括亚马逊的供应商、 卖方以及希望吸引亚马逊消费者的第三方广告商。 因此, 我们拥有数十万新兴和成熟的广告商, 客户, 他们正在使用我们的服务来实现他们的营销目标。 Rosetsky也提到了亚马逊在发展广告业务的举措, 包括为广告主开发更好的广告购买工具, 为客户提供更智能的购物建议, 提供自动化服务, 新产品, 以及提供更好的衡量手段, 来判断广告有效性等。 市场研究公司Emarketer预测, 亚马逊正在缓慢削减极较大的广告竞争对手。 今年, 亚马逊在美国的数字广告市场中将占有2.7%的份额, 到2020年, 这一份额将增长到4.5%, 百分好。 今年, 亚马逊的广告收入中, 有超过三分之一, 将来自移动广告, 占总体移动收入的1.3%, 亚马逊创始人兼CEO杰夫贝佐斯不断打破财富记录, 他先是成为世界首富, 然后又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富有的人。 而现在, 即使经过通胀调整后, 他依然成为现代史上最富有的人。 截至美东时间周一, 亚马逊的盘中估价创下1841.95美元的历史高点, 市值突破8711.06亿美元, 而2018年该公司股价涨幅已达56%, 而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显示, 被佐斯的个人财富, 也达到1500亿美元, 个人财富突破1500亿美元, 并不只是一个财富高度, 更是拥有历史性意义的数字。 在1999年, 比尔盖茨在曾短暂达到过1000亿美元的历史高点, 在出去通货膨胀因素影响后, 以今天的美元价格, 换算约1490亿美元。 这一位者, 被佐斯打破了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 所创下的历史最高纪录, 真正成为有史以来最富有的人。 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显示, 亚马逊董事长被佐斯身家约为1510亿美元, 任何人民币1086亿, 与排名第二的微软CEO比尔盖茨相比, 足足高出557亿, 与其他富豪相比的差距就更大, 比如有着硅谷钢铁侠支撑的特斯拉CEO 埃隆马斯克身家还不到贝佐斯的气氛之一。 截至目前, 马斯克的个人财富约205亿, 贝佐斯的1510亿, 是他的7倍还要多75亿美元, 同时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显示,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买云身价440亿美元, 排在全球第14位腾讯创始人马化腾个人财富385亿美元, 位列全球富豪榜第20位, 除这两位基神前20的中国富豪外, 比加成个人财富322亿美元, 排名中国第三, 全球第24, 恒大地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 以279亿美元的身家, 进随李嘉诚之后, 成为中国第四富豪, 位列全球第20机位。 所以, 截至目前, 杰夫贝佐斯的个人财富, 比中国富豪前四位的马化腾, 马云, 李嘉诚, 许家印他们的总和都要多将近百亿, 截至美国时间周一股价收盘时计算, 亚马逊市值八千九百亿美元, 世纪苹果之后, 全球到二大市值公司, 苹果市值九千三百八十三点四九亿美元, 其后是谷歌, 微软, 而谷歌与亚马逊的市值, 相差超五百亿美元, 苹果公司和实能升至万亿市值, 率先创造资本市场奇迹, 这是一直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但随着如今亚马逊的表现, 或许人们会有所动摇, 双方公司市值差距缩小的背后, 是亚马逊的股价不断飙升, 虽然在今年年初时, 苹果的股票市值, 比亚马逊高百分之五十, 但现在这一差距已被缩减至百分之十, 截至目前, 亚马逊今年的股价, 已经累计上涨百分之五十五, 单单今年一年, 亚马逊的市值便随着股价的上升, 增加了三千二百零八亿美元, 这比一个美国银行的市值还多, 从2015年7月以来, 亚马逊的股价从439美元, 持续飙升至今天的一千八百多美元, 使它距离一万亿市值公司, 只差不到百分之十二的涨幅, 而且下来, 亚马逊更是要面对每年一度, 这三十六小时, 亚马逊会员日促销活动, 以及下半年的旺季正在等, 亚马逊最终能否比苹果更早成为万亿市值的公司,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翘首以盼的, 不过, 贝佐斯仍有一项财富衡量指标有待提高, 那就是占美国总GDP的比例, 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亿万富翁洛克菲勒, 在二十世纪初, 达到自己人生巅峰时, 身在相当于美国总GDP的2%, 如果贝佐斯要想超过这个标准, 那他需要努力使自己的净资产攀升至3500亿美元以上,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